大型老家 誰才是行家 我是丁靜怡 今天我們這位來賓 她的職業很特別 她是一位婦產科迷醫 也可以說是很多 女性朋友的好朋友 但是說真的我滿擔心的 待會她的電話響 會不會她要趕去接生 可能隨時會中斷錄影 所以我要把握時間 因為今天她帶來的寶物 有很多跟她過世的愛妻之間 點點滴滴的回憶 我想要跟她 也希望她能夠跟大家一起 好好的來分享 待會兒來聽她的寶物故事 先來介紹我們的 超強大建定團大千點精品執行長 秦思琳 秦老闆 大家好 珠寶設計藝術總監 廖文良 廖老師 大家好 尋寶練習生 高智部長 大家好 還有歡迎我們今天來賓 樂銘王醫師 王醫師好 我剛剛講是真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 生孩子的時候差一點點 醫師還來不及感到 他要我等一等 是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真的常常會遇到啊 對啊 我們現在就沒接到 就露接了 就不好意思了 那就是人警護事先代勞的樣子 對不對 因為說實在的 我覺得我認識王醫師 也是透過一些節目 然後我知道說其實 因為你自己發生的 這個親身的經歷 其實讓很多女性朋友 就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在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我會特別注意這些項目 就是說不要留下遺憾 是 因為我覺得 有些女生簡單來說 他真的有身體不舒服 然後他可能知道 可能是婦科問題 對 但他又會很害怕去看婦產科 就會錯過了很多黃金的時間 可是不是嗎 婦科問題 看婦產科沒錯啊 可是他就不大敢去 或講應該不是啦 應該不是 就一直演 演到最後有時候就會來不及了 對 所以只要說真的有不舒服 不要害怕去就醫 有問題一定要去找到你問題的 真正的點在哪裡 等於即時 其實是要即時 對 然後提早發現 提早去做一些治療 是 所以你現在都還好嗎 現在 心情 心情慢慢有點平復了啦 一開始當然還是很在意啦 時間慢慢過 然後再加上工作上也比較忙 其實慢慢慢慢的那種 情緒上就比較平緩 對 因為我自己有知道說 你看孩子要顧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自己爸爸要堅強 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寶物 其實有你跟太太之間的一些回憶 我們一邊聊寶物 一邊好好的來聊一聊 現在生活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我說實在 有一些寶物故事 我聽了自己覺得很玄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事情 不得不幸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人相處的那個緣分 對 秦老闆 今天是一位婦產科醫生 是... 婦產科醫師 是所有醫師裡面最幸福的 你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是假的 可是你不買還有車子不開 你知道嗎 好白鎖住 就是卡在那個地方 一堆人在買那種群體的感覺 你就會想要 渲染力很強大 對 然後再不買 車子可能沒辦法開 我們現在還要吃飯 我們都在挑戰巴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戰巴大神APP等你 阿神醫師 是所有醫師裡面最幸福的 因為醫院裡面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負面的 生病嘛 可是婦產科是接生孩子 對耶 對不對 這唯一的好事情 不然的話你到醫院 不是這裡痛那裡癢 是不是 真的... 是孩子多好啊 迎接新生命的 對 這就是菩薩投胎 才有辦法當婦產科醫師 所以我們今天 特別尊敬您好不好 對... 對... 阿神醫師 有沒有超過一千位 超過了 超過了 對 對... 所以說你看看你這造福 幫多少家庭 對... 真的是很多 屠殺投胎 對... 大概入手多少時間 多少錢 很漂亮的藍寶戒指 在大概十多年前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很多旅遊團 是 然後那時候就報名一個旅遊團 就出去玩 哪一個國家去哪裡玩 那個東南亞的太北的地方 對... 然後他就會帶你去 那有的時候他就開到那裡 然後就... 那當然不是只有我們 還有一些婆婆媽媽在上面 那每個人下去就買很多東西 那我們就下去看 其實你也不知道哪些是 真的是假的 可是你不買 還有車子不開 你知道嗎 把你鎖住 就是卡在那個地方 那後來就是 人家就覺得這個是很好啊 你要買一個回去送人啊 等等... 對... 那你就想說 看... 看起來這個比較... 你自己的感覺比較喜歡 對... 這個藍色的感覺 跟我感覺看起來 就那一滴眼看起來就OK 那價錢也不是說 真的貴得非常離譜 那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這是什麼 我們在什麼三里外 他講了一大堆東西 因為他有台籍的那種 翻譯地培 那剛我們講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又加上很多人會 你看到一堆人在買 那種群體的感覺 你就會想要... 渲染力很強大 對...不買好像對不起人 然後再不買 車子可能沒辦法開 我們現在要吃飯 所以就給他買了 買了之後 回來之後 那你這樣就... 那時候送我... 他就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 其實是我在那邊買的 那你有沒有很喜歡 他就看一看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買了才報告啊 因為你就覺得 可以給他看一看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個紀念 就是類似像這樣 他說他有保證書 可是那個保證書看起來 就不怎麼真 不怎麼真 莫非這個價錢也... 也不怎麼... 錢是真的 但是裡面的那個保證書 是真是假 不是那麼的清楚 這是硬的有多模糊 讓你都產生懷疑 後來我就覺得說 反正就是一個新意嘛 有些東西是買新意 不是真的要買到很明貴的東西 反正就至少出去有 記得這麼一件事情 然後後來就... 他後來就... 剛開始他會戴一戴 然後後來沒多久就不戴 我就想奇怪怎麼樣 沒看到他再戴 然後後來講說 那個感覺上面有一點點 氧化的感覺 我說不會吧 才剛買回來沒多久 怎麼會啊 可能他洗手啊 捏水啊 太快了 這不是白金嗎 對 我覺得 可能有一點點被騙到的感覺 我覺得寶石本身 會不會也有問題 這才可怕 你說你買多少錢 你說不貴 大概八九千塊 八九千可以買一個藍寶 是 這個是尖金石 但是我很佩服您耶 當醫生這麼細心 出門還會記得給老婆買東西 對啊 我長這麼大 自己出國買東西送太太 沒有 太太自己挑 不是 所以自己出門好開心喔 怎麼會想到 給太太買東西 可見你是真心誠意 是 這不簡單喔 真的佩服... 這份禮物是一個心意 但是你買東西的邏輯有問題 那必須跟您說一下 就是說呢 你如果跟那旅行團出去買東西 千萬千萬小心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旅行團嘛 羊毛粗在羊身上 是 帶你去吃飯 吃飽了就去買東西 鐵門一關 抱歉 沒買不准出來 對不對 一個團呢 最少一個扣打 可能要買個 二十萬三十萬台幣 不然的話那個導遊 會被罵死 所以千萬千萬要注意 人家給你推銷 你千萬不要買 是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準備過年了 對不對 我有一個上市公司的客人 家族 到泰國去 然後媳婦從那邊打電話過來 打電話給我說 老師 拜託一下 跟我公公講一下 他在裡面 因為被關在裡面嘛 他公公在現場刷卡 一百四十幾萬耶 救命啊 整個店買走了 卡都還沒爆 一百四十幾萬 那個導遊開心得不得了 真的 大戶 然後我就跟這個媳婦講 我跟他說 公公開心就好 上市公司怎麼會沒錢花 人家婆婆喜歡 帶起來漂亮 公公說刷 就買了 在泰國 在泰國 是不是在泰國 所以你到泰國裡面去 買不到 珠寶店裡面 沒有辦法花幾百塊解決的 最起碼都是上萬 所以這個八千 問題是說 你買一百多萬對不對 它是不是貨真價實 這是重點了對不對 所以回來就後悔了 是 回來就後悔了 只要那個門一打開 太陽光一照射 就見光死了 太陽光底下一看 而且那家珠寶店第二天 也扮圓公園 扮圓公園 對... 一年不用營業了 就看到了 真的 所以這個戒指 到底有沒有買貴 趕快 我們讓王醫師知道一下 評估一下 來 請 減價 八百元 差一個零啊 你不是超台幣嗎 這個金金石 金金石是一個很漂亮的寶石 但是呢 如果是人造金金石 那就糟糕了 我看是人造 我們上儀器看好嗎 這邊有 來了 我們可以看儀器 我們看這個紅色的部分 這是天然金金石 這個這樣子的話就是人造的 這個儀器不會騙人 這是紅外線光譜移造出來的 是 所以這個是人造的金金石 大概一公斤的話 大概也就是八百塊 一公斤 容易幾公斤才能變 你剛剛有講到那個K金台 會氧化對不對 氧化一般來講 都發生在焊接的地方 要不然的話就是 它不是純K金 就是說純K金 什麼叫純K金呢 就是黃金跟銀或者是銅 這種合金 這種的話叫K金 那它是比較單一金屬 它比較不容易氧化 那你如果是廢五金 裡面亂七八糟的金屬都有 它就很容易氧化 那氧化了之後呢 怎麼辦 你拿到店家去要電鍍 一個可能要一千五百塊 對不對 交給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們家小朋友有橡皮擦嗎 有啊 都有啊 寫作也有 拿起來 哪個地方氧化 就擦一擦就好 對 就能夠把那個氧化的部分擦掉了 就拿橡皮擦就好了 是 對 那個剛才廖老師講的 觀眾朋友要是聽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明天捷運 捷運車廂每個人都在這樣 很精進 很環保的感覺這樣子 橡皮擦大賣 真的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物件 是個翡翠的項鍊 跟剛剛第一件的感覺又不太一樣了 這感覺比較中國風一些些 莫非這是太太自己買的東西 可能是她自己買的東西 因為不是你送的 不是 或是還是家人留下來的 有可能 可能是她家人留給她 或者她自己有一些 有一些留在她自己 她還是有一些小小的這種 裝飾的東西 對 下面有一些綠 不是很深 但是顏色很可愛 靈芝 對 靈芝 天哪有看她也帶過 吉祥物 很少看她帶 是 所以也不知道她買多少 或是不知道是誰送她的 對不對 但是這個她之前有帶過 而且我知道 那個時候在火化的時候 你還曾經猶豫說 那她最近會不會很喜歡 需不需要讓她帶著走 對 是 其實這個鏈子 其實我以前有看她拿出來過 但是她不大帶 然後就是她過去 就今年七月她過世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辦她事情 真的是所有事情都 不知道怎麼做 其實也不知道怎麼弄 反正就是跟著 反正我們也是請 張醫社幫忙 禮儀公司幫忙 然後到要告別式的那一天 他們就會跟你講 你要哪些是一定要放 例如什麼蓮花講了一堆 然後她也會講說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 要讓她帶走的 對 然後放在她的裡面去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哪些東西 是她要的 因為她走得很快 所以過程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她想要什麼 她要交代什麼 她其實沒有講那麼清楚 是 然後後來我就有一天 就是大概 她離開的大概五六天 其實我都沒有夢到她 對 就有一個護理師 也是我們醫院的 跟她很好 她常常也會拿一些東西給她 那我老婆那時候 對她很好 她有時候有一些 買一些東西 你拿給那個誰 你記得帶一份過去給她 所以她們的互動很好 是 有天護理師又跟我講說 麻煩你過來一下 我說幹嘛 我昨天有夢到你老婆 她第一個這樣跟我講的人 我就說 她跟你講什麼 我不知道 她在我夢境 就一直在比你們的床的兩邊 一直在比這樣 一直比 她說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 是 她一直在比那邊有東西 床 對 就床的兩邊 因為都有床的那個床頭� 對 她就在那邊一直比 然後我說 她有沒有跟你講什麼話 她說沒有 她就是一直在比 好像就是說 這個什麼東西 這樣一直在比 說是不是有 我那時候想說 是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 對 還是有什麼東西要交代的 是 等等的情況下 那我回到家 當然第一件事情先去找 她就一翻就是 她有個 就一般的那種手提袋 那旁邊都是一些什麼 就不是很重要的一些文件 對 我就一直翻翻 就翻不到東西 然後後來 我就找代代裡面 導演裡面就是 可能她當時 在住院的時候 有一些她求的平安符 類似的東西 我想這個 不是什麼 就像翻翻 就翻到這一條 就翻到 對 就是翻到 對 就是翻到 對 就是翻到這一條 我想說 該不會是 這一個吧 因為裡面只有 這個比較 看起來像是東西的 就是她可能會珍惜的 對 可能對她 有什麼意義的東西 她就放在她的 她常常隨手的袋袋裡面 對 那我就說好吧 那就跟著她放到 那個她的棺裡面 就要火傷就一起燒掉 對 結果我就放進去 然後那天告別式的時候 那個師父就在那邊 念完經之後 那有一些像錢 那個收費錢要拿起來 然後就看到那個 她就說 這個是你們要讓她一起燒掉嗎 對 我說她有在比這個 她就講了一句話說 你們要不要把它當成紀念 因為就等於放在她身上 就像那個首尾錢 他們說要一年後要 留給子孫 對 這個有一點的 她說你留著一個紀念 因為她曾經有這樣表示過 這樣的意義 不管是怎麼樣 她就是一個這樣的感覺 對 你留下來會不會 比較好一點點 我說好 那我就把它留下來 我就掛在我家客廳 對 就代表一個特別的意義 好像她還陪著你嗎 對 就是好像有一個紀念性的東西 因為這個曾經有這樣的一段故事 不管它真還是假 對 但是它畢竟就是一個 不把它燒了吧 就把它放在那個上面 就把它拿下來 是 而且因為 放在那個袋子裡頭 你們一直都沒有發現 而且她就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可以拿出來 可能就是在這個東西 賭物私人讓你 是 有一種這種感覺 因為也是藉由 另外一個人傳達 因為大家都沒有惡意 都是認識的好朋友 是 像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 冥冥中 是 大概恐怕是 有這種指示的意思 對 聽起來 就是說 那個東西它還滿惦記的 是 希望你能夠保留 對 如果你時常戴在身上 我覺得可能是它的意思 對 因為東西不是值不值錢 是留下的一些紀念 對 像這一類的東西我覺得 特別有保留的價值 對 因為人的一生 有很多的惦記 尤其在你可能冥冥之中 你可能會發揮那種力量 給別人一點指示什麼的 但是我不曉得 你太太去世 今年 對 今年 今年七月的時候 七月的時候 什麼原因 暖潮癌 對 就是從發現到離開 大概兩個多月而已 對 時間很短 所以為什麼我會在 有些節目在講這東西就是 她當時都把它當密尿道桿 我也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發現就來不及了 就默契了 對 這個真的讓人很惋惜 所以這明天真要自己 一個人要撐下去 對 不過我看您還會有一點笑容 我覺得 表示你的心理建設還是可以 慢慢要走出來 因為還是很多工作要做 對 這個 一個夫妻 這個結合就是 幾世的緣分 但我想來世還是有緣的 對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是一個 靈芝的緋寸 那如果說您改造一下的話 您可以自己佩戴 放個鏈子 對 自己佩戴 甚至您可以放在你的公式包裡 因為你會帶公式包 你帶公式包裡 對 而且醫生拿靈芝也滿適合的 是 對不對 你就拿一個頸帶 把它放在頸帶裡面 然後放在公式包裡 有的時候可以拿出來把玩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建議 好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來 這個靈芝的翡翠的項鍊 價值多少錢 來 請見價 兩萬五千元 也不錯耶 這塊 還不錯 還不錯 這隻真的翡翠 是 真的翡翠 對 我們言歸正傳 對 剛剛有說 這個玉石 是不是要也下去火化 是 那玉石的物件 你要知道說 你要把它燒到化成灰 對 兩千七百度 可能要延續很久 然後拿出來之後 又沖個冷水 它才會馬上軍裂 要不然玉石的話很難軍裂 記得我們上一次前幾集的節目 有一位來賓 他就是媽媽的一個玉石 就下去火化 拿出來之後還好好的 拿來建價有沒有 對 玉石還沒辦法火化 是 那個短時間 要把它燒掉很難 那個溫度上還沒有這麼高 所以 主要是玉石的物件 我會建議說 如果是 它真的是隨身的 那尤其是有一些玉石 它是觀音像 或者是菩薩像 那 你當然是留在手邊 最好啊 放在你公司包 放在抽屜 什麼都好 既然是他喜歡的 愛屋即屋嘛 是 喜歡的也是我喜歡的 他一定會保護我 對 就把它留著就好 對 也是 所以這是明明中的安排 後來還真的 那個師父也講對 也許他就讓你留著 對不對 這個包包也是 你知道嗎 因為太太生前有說過 這個是他非常珍愛的 對的包包 怎麼樣說什麼都不可以 轉正啊 或是轉賣啊 要好好留在身邊 對 所以這個包包應該也是太太 其實生前非常珍視的 對 一個包包 太太是會買精品的人嗎 會 偶爾也會買一下 靠上自己 對... 然後他喜歡去的都是歐洲 歐洲就這種最多 他買了很多 然後他會講說 沒有這都是幫別人買 因為他知道我會不高興 他都說這幫誰買幫誰買 就發現今天有時候幫誰買 為什麼一直在我們的櫃子裡 幫那麼久 都不會幫人家 消失去 今晚沒有空來開房嗎 挑加巴大神馬將手遊 即刻下載 他常常會去看 然後沒多久就會多了一個東西出來了 是 所以王醫師很大方 太太喜歡的 我是直接給他 你用錢 他怎麼買我不知道 沒有空管你 我就是忙著賺錢 婦產科醫師 對太太都很好的 是 我有一位 我太太 他當初生小孩的 那個婦產科醫師 在台南 叫吳俊賢有沒有 非常有名 包包 買到包包太小了 直接買藝術品 全台南 醫師收藏最多藝術品的 可能就是他了 就是 所以今天我看王醫師 也有帶藝術品 但是我知道 其實可能也是因為 因為王醫師對他也很好 所以他有一個故事 我覺得那時候 我在跟他 Re稿的時候 我聽了我也覺得 很懸念 還有有點跨國的 託夢的意思 對 因為這個故事 他這個 其實他的包包的 他其實他買了這種 因為我對名牌包 沒有不大認識 那時候我們在 在這前面幾年 這十多年 他一定很喜歡出國 然後他喜歡去的都是歐洲 那歐洲就這種最多 那每次我們去歐洲 在那邊逛 那我就開始 這是什麼 慢慢開始會認金瓶的牌子 這個叫LV 原來這是很怪的符號 然後還有什麼C開頭的 就慢慢開始認 他就會進去晃 那他進去晃 我就要外面晃 因為我覺得那個我沒興趣 對 然後沒多久 他就說你要知道 在歐洲買比較便宜 就類似 然後他買了很多 然後他會講說 沒有這都是幫別人買 因為他知道我會不高興 買太多了 難得出國一趟嘛 期待率很高 他都說這幫誰買 幫誰買 結果我發現今天有時候 幫誰買 為什麼一直在我們的櫃子裡 放那麼久 都不會幫人家消出去 對... 類似像這樣 對 那他其實有一些 那這 我覺得反正你要用就這樣 那這個故事要沿接就是 我大概知道他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反正他就是 後來有時候 因為我不去翻他東西 然後有一次我就把他櫃子打開 就上面看到像那個包包 就好幾個 他都會用一個那種 那種姿態這樣一個一個都包起來 布包包 對 就是你會發現這樣一個一個 對 然後有時候就把他打開看 真的就是都是那些 然後我也不認識 反正你買了就買了 就是這樣 對 那後來就是碰到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 我跟他在聊 就是聊一聊事情之後 結果後來他就想說 你有心事可以跟某一個 一個他以前我之前那個朋友 太太的閨蜜 對 就是跟他聊聊看 可能他會給你一些 一些啟示之類的 那我也跟他稍微聊 聊沒幾句話不投機 就沒聊了 結果第二天 那個我話不投機的那個朋友 他就傳了一大堆的訊息 給我我們認識的那個共同朋友 就跟他講說 寫的東西就很多 就像我老婆在跟我講話一樣 就把所有的話都講出來 是 那我看了之後我就說 這誰說的 他說就是昨天你跟他聊天的那個 因為他跟你不投機 所以他感受到那個訊息 你不會聽他講 你一定會說你是胡扯 所以他把他感受到的 所有的東西 通通都跟我講 叫我轉達給你 這是你老婆要跟你講的話 是 對 那你要不要聽 那我一看到 我就大概先把它看完 其實很多 看完之後 我既然知道你是誰 我就直接 直接就用訊息去問他 就說 我說請問你是 那個是你寫的嗎 他說對 是你老婆 附身在我身上 告訴我的事情 那我說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 直接問 他說好 他說了什麼 他就說 你打電話比較快 我們打字太慢了 我們就直接用電話聯繫 然後我就說 我就直接問他說 我當然第一個問題 問他說他過得好不好 他說 就像我老婆講話 你太傻了 不要問我這種問題 基本上我過得還不錯 然後那個 就變成他扮演兩個角色 他身上有時候 他說我老婆 他說我老婆現在附在他身上 你有什麼問題 直接問我 我直接問他 他可以直接回答你 等於他用太太的口吻 在跟你講話 對 就類似這樣子 可是我是覺得說 我們這種學科學的人 說真的 我不相信 我完全不相信 我說好吧 你要這樣講 我就跟你玩玩看 對 有那種感覺 他就說 我就問他說你過得好不好 他說他現在過得很好 因為他在一個什麼廟裡面 就是有那種菩薩 然後又有什麼基督教 他說只是很奇怪 為什麼會同時有基督教 跟佛教並存在一個世界裡面 他說一般他們感受不到 一個人可以有兩個宗教 他說他信什麼 我說他不是基督教 他說那有沒有認識的 基督教的朋友 在幫他祝念之類的 我說這個倒是有 有可能 對 這個真的是有 那有這樣的情況下 那當然他說 那這樣就合理 那我就問他說 那他過得還OK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那我想問他 他有沒有什麼話要跟我講 對 他說你 他要跟你講 叫你不要一直睡在客廳 然後都不蓋被子 叫你到房間裡去睡覺 講到這句話我就 就認了 我說他說什麼 他就在你旁邊 一直叫你 你都不起來 你就躺在那邊一直睡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我回到家 我就躺在沙發上 因為沒有穿上衣 可是這件事情不會有人知道 對 就是講了這件事情 說你家孩子 對 因為他就是以前就是 他還在的時候 他會看到我這樣 就回房間 就把棉被拿去 往沙發上給我丟回去 你給我蓋好 不要這樣子感冒這樣 這種行為是只有他 只有他知道 所以他就把這話講出來 我就覺得 好像 好像是真的 對 我就有點相信 所以就開始往下問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是你老婆跟我講的 我就想說 你這樣講 我就真的 有一點點 就開始信你了 然後我就說 那他有沒有交代什麼 他說小孩子的事情 你不要擔心 他們現在在悲傷期 成績一定會往下走 等到明年後 他們就會比較好 你現在不要修理他們 孩子的成績他也知道 對 然後說 他們有點悲 有點還在這樣 你看他們兩個都還好 事實上他們心理上 還是有他們哥大 對 那哥哥跟弟弟以後都還好 那你不要太苛責他們 然後就他又講說 你不要一直苛責 苛責你自己 對 他說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他說 因為他一直會認為說 因為我自己有負產科醫師 他卵差還過世 我居然沒有辦法把他救起來 對 然後他說 你不要苛責自己 是他自己決定要走的 因為他太痛 他很怕痛 所以他時間到了 他就想說 我該離開了 然後 那他其實 最後講了一句話 他其實 我還滿感動 他說他很謝謝我 這十五年照顧他 他完全沒有怨言 對 其實他講到這裡 我已經快要跟他講不下去 因為一直在那邊掉眼淚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常常會故意要鬧我 就是說 你不要接生這麼晚 你不要什麼 他其實是要吸引我注意 因為我都在臨床工作 其實還滿多事情 有時候就會忽略到他們的事 他說你做的工作 你做的決定 他絕對都支持你 可是這件事情 我不要一直掛意說 我很在乎他 怎麼樣 他其實是完全支持我 他很謝謝我 然後大概就講到這裡 但是他有兩件事情 一定要提醒我注意 第一件事情 他說他對他的包包 非常非常的在乎 我說這個你怎麼知道 他有包包的事情 對 他說因為他的包包 他會看很久才買 他都是想過的 對 然後他說他從年輕 他的同學跟我講 他從他年輕的時候 可能去看了一個包包 他很喜歡 可是他不會立刻下手 他會存錢 去買一個很貴的包包 是 然後買了這個包包之後 然後就準備再看下一個 所以他每個包包都很珍貴 那都是他的寶貝 他就說 你 他的包包 你千萬不可以 不可以給我拿去送其他女生 是 你可以賣掉 對 但是不能送人 對 他就講了第一個點這個 第二個點 他說 他都看到了 對 他這也是事實 這很像他講 他說你賺那麼多錢 你連請一個來掃地的 你都不肯 你在省什麼 你自己打掃的亂七八糟 你這樣子弄得 三個男生跟男生宿舍一樣 從他跟我講完之後 我現在每個禮拜 都請一個阿姨來幫我掃 維持住家的環境 這是很重要的 難怪他說包包可以賣 不可以送 因為賣來可以請阿姨 把家裡整頓好 所以你看這一段 我剛剛聽了都起雞皮疙瘩 表示他真的有掛念的事情 表示他真的有回家 有關切這一切 所以有時候有感應的時候 就隔海再問一下那個朋友 最近我們什麼事情 要交代 然後下次來跟我們分享 所以這個包包 等於就是你看到了 太太很珍視嗎 對不對 今天特意把它帶來了 你太太非常 有那個眼光 然後他買東西的 那個class很高 是 因為香奈兒的包包 在包包界是首屈一指的 應該講說 有的特色 比其他的包包來講 還更漂亮 像香奈兒包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包 雖然看起來小小的 但是這個包是非常流行的一個包 這個香奈兒包 它有幾個特色 首先第一你看 它有 零格紋 這個是香奈兒一個特色的部分 另外它有一個雙C的標誌 對 這也是特色 第三個特色就是它這條鏈子 你看它這個鏈子是包皮的 這個皮穿在裡面 皮 你看這邊有皮 對 穿在裡面 另外它的這個類裡 它也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雙層 你看它是雙層的 所以女生有些私密的東西 可以放在這邊 不會被人家看到 那香奈兒的這個品牌 在法國來講 那是國寶 像香奈兒的創辦人 香奈兒夫人 當然是 她是一個個性很奇特的人 她從小是一個孤兒 那青少年的時候就學裁縫 然後在巴黎就闖出名號來 她的一生很傳奇 另外一個更傳奇的是 香奈兒的1986年的總監 就是老佛爺卡爾拉格菲 對 那個也是一個奇人 那像這個包 這個就是卡爾設計的 這個是卡爾設計的 然後這個包的皮 我在想 皮這個需要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來 我們給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假的香奈兒包 對 假的 你根本就沒有 我根本還點頭 有...還有 你再假 有... 有啊 真的假的啊 你自己買的啊 對 還是先生買的 先生買的 真的啊 這就開始懷疑了對不對 對 我不相信 先生懷疑的就會懷疑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就是荔枝紋 荔枝紋 這是牛皮喔 小牛皮 荔枝紋 是 這是一個特點 這個荔枝紋 仿冒的做得不好 可以做出來 但是做得不好 是 所以這個 肯定 它是真的 從這個特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它還有它的縫線 是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縫線好不好 OK 好 我們可以看到了 這個縫線 這是一個特殊的纖維 那這個特殊纖維呢 因為仿造的這個公司 它拿不到這個線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肯定它是真的 好的 好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 這個包包 現值多少錢 這樣買新的可能要 二十七八萬 是 所以王醫師現在才知道 對不對 我現在還知道 哪一個包原來是這樣 王醫師我要跟你講 這個當然 這個夫人現在姻緣不在 但是觀眾朋友也應該要記著 太太買任何東西 千萬不予置評 會比較好過 日子會比較好過一點好不好 要問東問西 什麼哪裡買來的 買多少錢 反正都已經在家裡了 不是 這就是智障 你懂嗎 對不對 那太太買你關你什麼事 你只能點頭微笑 這樣就OK了 千萬不要問 是 因為你一問對不對 尷尬了 我替朋友買的 怎麼會這樣 雙方都感覺 對啊 不如就是根本就不要問 對 小說微尿 不要問 這就是對的 好不好 而且不但不要問 還要把衣櫥的空間 讓給泰山 自己的 裝在塑膠箱裡面 好不好 OK 我們評顧一下 學偉了 我們評顧一下 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才買了 兩三年喔 我不知道 我看那邊 大概是三零頭的 可能 兩三年 兩三年 好 來 我們來評顧一下 請 見 見 剛開始開放那個 大陸探親的那個年代 他們去吃很多 就是那邊的特色的 小吃之類的 然後老闆就跟他講說 他就說那 要不然我們就 大家見面 就送你一個這個 沒有送的啊 我們還以為 他前面講一根是要賣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我們在挑 加把大選APP 一起開放插花碰碰湖 等你喔 這個包包才買了 兩三年喔 我不知道 我看那邊 大概是三零頭的 可能 兩三年 好 來 我們來評顧一下 請 借 借 十五萬元 也還不錯 這個漂亮 導致性也還滿高的 對不對 這個包包真的是 很漂亮 難怪夫人說 你千萬不可以送給別人 你看他維護得很好 就是他平常在戴包包的愛護 愛護他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是 再來 下一個五節 這就有點重 小心喔 這個蓋子先拿起來 而且這蓋子還可以打開 對不對 是 他看起來有點像是什麼 裡面可以放一些寶貝 好像你可以拿來當珠寶盒 因為看起來不太像香 是 下面有雕件 這是一個頂 這就是 商周青銅器的頂 那頂的意思就是 這個 權力 power的意思 就要問頂中原 是 power的意思 所以有些人會在 自己的書桌放個頂 對 那這個裡面可能會裝一些 私人的用品 比如說鑰匙 戒指 手錶之類的 這個頂是一個和田玉的 相當漂亮 王醫師 這個頂怎麼來的 這個頂就是當年很久 就是剛開始開放那個 大陸探親的那個年代 那時候我爸跟我媽他們 就去大陸去玩 然後剛開始去玩的時候 就是當然台灣剛過去 所以對那邊的環境 就很新鮮 對啊 那時候他們也很禮遇我們 所以去什麼地方 都招待等等 那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我爸跟我媽他們去的時候 他們就會講說 他們去吃很多 就是那邊的特色的小吃之類的 然後吃的時候他們就會 然後老闆就跟他講說 你看喔 我們現在就不管他們弄什麼特色 就很多菜色的那種不一樣 他們放的碟子什麼東西 他們就用那個碟子在吃飯 他說你知道 隨便講都古董啊 對 那個剛剛吃前面那個客人吃的 那個飄罐 平常沒丟到那邊還沒洗的 都是清朝什麼的 那種特殊的東西 他說這怎麼可能 這可能都在我們故宮躺著 你們就是要隨便亂丟 他說對我們這裡每一家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就是以前留下來的 對 祖先又留下來的 然後後來就是他有 正好有一個這個 他說你們台灣來的 我們是剛開始有碰到有台灣的朋友過來 然後他們這種好像也有一些 他就說那要不然我們就 大家見面禮 就送你一個這個 送的啊 我還以為他前面講一堆是要賣 沒有... 他這個是有點是用送的 就是辦... 就是因為你是第一次 第一批 第一批台灣的那種 黃醫師你有在那邊辦藝診嗎 這是很早年的時候 剛開放大陸探親的時候 是的... 去的時候去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看黃醫師 你們可能沒注意到 他有一個天然的柳裂 天然的柳... 我等一下寫一下 免得大家觀眾朋友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是 這個字我還真... 柳裂... 特別 柳裂 這是玉的天然的裂痕 叫柳裂 是... 那這個柳裂 雖然是紋路很清晰 對 不過不影響它的價值 不影響它的價值 那就好... 這最有扭裂的東西 是 這個頂 是天然和田玉的 聽到這裡就覺得 已經有價值了 感覺很不錯了 而且還是個禮物 對不對 沒有花到這裡 而且意義也非常好 是 對 算是您作為婦產科醫師 婦產科醫師 最適合當院長 OK 因為每天都會開心啊 又生孩子了 又生孩子都開心了嘛 對不對 所以當院長 應該... 快要實現了 來 問頂周圓 好 而且拿起來很沉喔 對不對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頂的 應該很多 價格 來 好嗎 來 請見價 二十萬元 天啊 這個價格很不錯耶 是 這和田玉的 而且你看它雕得很漂亮 你看 對 這個雕得真的很漂亮 這是一件很漂亮的藝術品 而且也是天然的和田玉 你看它這個... 你看... 你看它這個蓋子 雕的這個龍 你看 栩栩如生 而且也維護得很好耶 這個叫... 現在要雕怎麼雕啊 現在不大可能 對啊 沒有這個人工你知道嗎 是 真的是很棒 所以等於早年就入手了 你看看這價格很好 可是您的人緣非常好 那時候比較可能 現在都買很多假的 我們後來再去買的很多 都是騙我們很多 所以你看喔 早期 早點過去也還不錯 早期比較有看到 沒有花到錢耶 對不對 想哪知道這個禮物那麼值錢 結果我是覺得這個 人緣太好了 很早很早 回到六十幾歲 都沒有人送我這個東西 天然和田玉的你知道嗎 對 和田玉 雕工這麼漂亮 漂亮 對啊 很漂亮 對不對 後來這是幾年前 這個是大概 也是也有十多年前吧 那時候就是去山東旅遊 因為去那邊 繞山東一圈 就參加他們的旅行團 然後去參加 因為它那裡有孔廟 孔廟裡面就會有 很多孔子在店裡面 對 然後就看你要不要買回去 就像兵馬庸一樣 以前也有去買過兵馬庸 那時候兵馬庸印象不好 明明賣我五隻 回到台灣變四隻 少一隻 怎麼會 不見了 少包嗎 這種事 被坑掉一隻 是 就我們後面去的這樣 然後就跟你講說五個啊 不是說還有鈔票 類似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然後就在一個店 看到這個好像 看起來像古物的感覺 對 就把它買回來 王醫師 跟您報告 你這個被人家坑掉五隻 因為這是六個一組 這是什麼呢 這叫做步祭 一個人之旁的祭 是 這個做步祭呢 它是在唐朝的時候的樂隊 有利步祭 也有做步祭 做步祭是坐在地上 吹奏 對 利步祭是邊跳邊奏 那您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 這個頭上的這個 這個帽子 這個叫普頭 這個普頭 在唐朝的時候 幾乎所有做官的人 或者是官家的人 都會戴這種普頭 那那個做步祭的樂隊 有六種樂器 是 有橫笛 有聲 這是聲喔 他在吹聲 大家看一下 這是聲 聲 這在吹聲 那有那個空喉 空喉就是肅琴 那還有那個琵琶 總共有六種 所以您這只有一個 另外五個缺席 會不會什麼關係 你看到有很多姿勢在賣 然後就選這個 對啊 就是這樣 然後都是不同的姿態 還是就一樣 我們就挑一個做紀念 挑一個 它這個是六個 六個一組 人家說應該買一組回來 因為不曉得太多了 你就沒辦法帶啊 而且這種東西就是 那種圖裡面挖出來的 就是墓葬品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有一句成語叫做 對 這是孔子說的 那孔子為什麼說這句話呢 因為讀倫理的人 會講說 孔子很少罵人 為什麼會罵人 說 意思是說 在東周列國的時候呢 就有很多用活人陪葬的 對 活人陪葬一直到清朝 都有活人陪葬喔 像那個 努爾哈赤的那個 太太 她也是被活埋的 所以說孔子看到這種情形 就覺得說 你們這些人 為什麼這麼殘忍 對不對 人家年輕冒美的 你把人家活埋了 是 所以後來就改成怎麼樣 改成用這種 泥做的 木頭雕的 改杖的就對了 你比如說 兵馬俑 兵馬俑就是 用 用 對 所以唐的時候呢 它就 就比較小 對 兵馬俑是跟人一樣大 這個是比較小 對 那就是把 象徵說人走的時候呢 它還可以在陰間呢 還有樂隊唱歌啦 舞女跳舞啦 有這種享受 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陪葬品 是 陪葬品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 這要是真的 是唐代的喔 唐代的喔 其實不知道 而且這是手工捏的 對 可是 黃醫師你當初入手 假設買多少 那時候就 那個人民幣就一張紙嘛 一千塊就給他 人民幣一千是不是 那現在價值應該是在 當時啦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 一大萬 當時就看好幾個 它那真的像整個地板都是 是 一大片 挑了一個 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買一個做金的 你買物料現在知不知道 他在吹什麼樂器 還是以為他在禱告 其實還滿好看的 所以今天終於知道 他在吹樂器 還是知道他 他其實是一組的 對 不曉得他是一組 因為他有一個隊在那邊 你只是抓一個 這看起來比較 那不可能整次 激勵這樣子 六個買 評估一下 趕緊評估一下 四千元台幣的入手 這樣會不會真的骨頭呢 請見價 兩百元 這不是那種套圈圈的 聽到就覺得 聽到套圈圈 就有了東西 因為我自己也是山東人 這個我跟這個人樓 見面也不只一次 他不是手工捏的嗎 我有一次在馬路邊 我們車子拋錨了 我就看那個全村的人 都在捏這個 還有一個塑膠的模具 然後把那個土放進去 這樣一個 一個 很快 很快 因為真的他是這樣 首先第一 因為他是出土的 第二 唐代的這些人都是帶顏色的 那第三就是說 這個有那個捏的痕跡 外表 捏的痕跡 他是死心的 這個是一個 這個唐代的這個人樓的特徵 所以他是模具做出來的 是 原來如此 所以你知道有些時候 很多人他自己的專科很精明 但是買東西呢 不一定可以 我覺得一千塊人民幣 幫助很多人也不錯 也不錯 送在家裡面 我一起領老鄉生計嘛 對不對 總要多一點這樣子的 難過我每次回到山東 那山東能發展不得了 有很多的王醫師 很多王醫師這種對不對 但今天我說真的 王醫師帶來的很多寶物裡頭 有很多您的故事 我也希望 下次您再跟我們分享更多 好不好看看 也希望最重要的是 你要過得好 謝謝 跟孩子一起 越來越好好不好 謝謝王醫師 也祝福你 謝謝 謝謝 來